朋友早安氣象時間帶你來掌握今天的天氣狀況 由於北方冷高壓有一股冷空氣 其實是逐漸的南下 所以在台灣的上空 現在今天的溫度中部以北的 觀眾朋友會感受到溫度是明顯下滑了 尤其未來一週還會有兩波的冷空氣 首先帶您看到是衛星雲圖 北邊現在有雲塵 而在這一道的封面正在東移 同時西北的地區冷高壓系統是逐漸的下來了 準備進入台灣上空 但是這一次的高壓其實是和之前的比起來 它的強度還是比較偏弱的 因此這波東北風的增強下 今天晚上台北會降到13度左右 已經是冷氣團的程度 但是是不比之前228連續假期 是達到了強烈的大陸冷氣團 那北部晚上只有11度左右 可是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次的冷氣團 會持續的時間比較長 估計會是從今天開始一直到禮拜一為止 連續五天的時間 但是因為比較乾燥的冷空氣 所以對我們來說天氣是晴朗的狀況 那從降雨的狀況來看 今天的水氣依然是比較偏少 只有陰封面北部還有東部地區有局部的零星降雨 所以說全台的溫度今天來看 最低溫現在是落在了嘉義市的10.9度還有13.2度 另外就是北部地區來到了16度 還有就是中南部地區是有14到16度左右 至於說東部地區來到了18到21度 接下來看您看到是未來一週可以看到說 禮拜四禮拜五禮拜六這幾天來說 冷氣團的影響下會持續到禮拜一 那禮拜二白天的氣溫才會上升 不過降雨只有在禮拜六的時候稍微會有一點點的水氣 那其他時間其實基本上都是好天氣 最後小叮嚀就是未來一週的溫度起伏比較大 早出晚歸的朋友還是要記得穿的比較保暖 以上是這節氣象把時間交還給主播